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应聘你家吴先生 这么晚了终于得空了 只要等着你一日实在是困了 我就先让他回去了 怪我不能带着他 想说要这样无忧无虑 不病奔忙的人又有几个呢 你吃东西了没有 放心 从家里做得一样 很干净的 谢了 我送你回去吧 哦 不用 再过半个时辰 这些咒也就试完了 忠叔会来接我的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那个 等一下 过节应个紧 辟邪保平安 我帮你带 我帮你带 快回去吧 哥哥 你身手好 你来当五个先生 我不就天天地看到你了吗 年远是凡 这些年来 我东奔西走 换过不少书童 散落四海 真不知道司室说的是哪一个 你要找五先生的事情 有眉目了吗 这两条腿的五先生 比文先生还难找 上次你给我的绣件 我试了几次 总是瞄不准 等着的时候找到了五先生 还要和他好好学学 你看我如何 哪有你这么不要脸的人 非要听人家夸你 之前还说 若有什么帮得上忙的 你尽管开口 看来花大家族压根就没当真了 那若是你有认识的五先生 能否替我推荐一样 我想应聘你家五先生 你别同我说笑 你要是手头紧 谁要的食宿费可以先免掉 你为了不聘我 连三百食宿钱都要舍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若是愿意来 你若是能来 怎样 那自然是很好的 我又不是什么 尽尊欲贵的人 来到你家五先生 还能委屈了我 我总是觉得 你生来就不是 忙于奔劳的人 感觉你心中所想之事 也并非保暖之事 那去你家应聘五先生 还有什么条件 你索心一块说了吧 不必 你明日便能来 好 那从今日起 全听东家拆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